爱健康 爱你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皇帝内经》里的健康智慧 大家还记得吗 第二课《皇帝内经》整体养生观的时候 我们曾经介绍天人合一的时候 提到过一个词 四时养生 说明了顺其自然的重要性 这节课我们就具体聊聊这个话题 四时养生 可以说是《皇帝内经》的保健核心了 书里说四时阴阳 万物根本 智者养生 必顺四时而是寒暑 就是四季阴阳变化 是万物生存的根本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 要顺应着来 采用适合的养生方法 达到健康和长寿的目的 这里还隐藏了 生 长 收 藏的生命发展根本规律 对应四季可以归纳为 春生 夏 长 秋 收 冬 藏 第二课提到的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可以说是四时养生的核心思想 与基本原则了 不过之前没起说 这堂课咱们就对应四季 分别聊聊每个季节都如何养生吧 先从春生说起 皇帝内经说 春三月万物已融 夜卧早起 广步于庭 春气养生之道 逆之伤甘 春天万物萌发 正是生命元气旺盛的时候 春天养生 要顺着这股出生之气啊 晚睡 早起 多出去走走 让自己尽量放松 晒晒太阳补充阳气 如果逆着规律来呢 就会伤肝 所以春天也是肝病高发季节 家人们记住一句口诀 春生养生 养肝补养 做到不难 一是规律作息多运动 大家都知道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 是养肝好时候 而运动有助气血通畅 也能护肝 二是饮食调理 管住嘴 养肝补羊 可以多吃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和水果 那些爱吃辛辣油腻 生冷食物的家人们 学完这课可要节制了 毕竟未解馋而伤肝 可不划算 夏天到了 夏长养生啊 刚好用得上 皇帝内经说 夏三月 万物华时 夜卧早起 无燕于日 物怒 使气得谢 夏气 阳长之道 逆之伤心 夏天 万物繁茂生长 阳气呢 比春天更旺 夏天养生呢 也要晚睡早起 保持平和心态 别总生气 多运动 出出汗 让身体的阳气 通畅的运转 要不然呢 对心脏不好 皇帝内经说呀 心煮下 苦缓 及时酸已收之 欲软 及时咸已软之 所以 夏天养生 可以适当吃点酸的和咸的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 心气不足 酸的 比如污煤 可以补气 从中医角度呢 咸的 可以通过补肾 调节心火 不过 夏天爱吃着冰棍 吹空调的家人们 要注意了 凉气呀 太过伤阳气 我们夏要补阳 所以呀 冷饮冷气 虽好 但不要贪凉啊 总结一句口诀 夏长养生 护心必凉 到了秋天 黄帝内经说 秋三月 天气急 地气明 早卧早起 秋气平 秋气养收之道 逆之 伤肺 秋季万物丰收 天气转凉 阳气开始弱了 这时候 要早睡早起 尽量让自己呀 心平气和 否则 容易伤肺 所以肺不好的家人们 秋天要格外注意 肺气不足 容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 或者引发哮喘等疾病呢 而皇帝内经呢 也给出了饮食建议 肺收敛 用酸补汁 心泄汁 所以在饮食上 同样可以适当吃点 酸味的滋阴 还可以多吃 如百合 梨 大枣 等滋阴润肺的食物 少吃点辛辣 助阳生火的东西 除此之外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秋天很容易惆怅忧郁 俗话说 愁 离人 欣赏秋 但是中医认为呢 悲忧伤费 因此秋天保持乐观和舒畅的情绪很重要 如何保持呢 比如可以通过踏秋活动 重阳节呢 约几个朋友一起登高远望 神清气爽 烦恼啊 一扫而空 所以秋收养生 见肺输心是关键 最后呢 说说东藏养生 要注意的几点 皇帝内经说 冬三月勿扰忽阳 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去寒旧温 无泄皮肤 湿气极夺 冬气养藏之道 逆之伤肾 冬天万物折藏 就像动物一到冬天就冬眠 这时候呢 天气冷 阳气弱 适合早睡晚起 要注意保暖 不要让阳气通过皮肤泄出去 要不容易伤身 肯定有家人为了美 冬天穿得很薄吧 皇帝内经告诉我们 美丽动人 伤身伤身啊 有家人问了 前三个季节都提倡早起 怎么冬天反而让我们 泛缆晚起呢 主要是冬天夜里寒气重 早睡啊 可以保护体内阳气不受损 而冬天天亮的晚 太阳升起后再起床 能避开夜里霉散的寒气 同时也能以阳补阳 不仅如此 我们一到冬天就容易发胖 也是身体在储存阳气和能量的原因 有家人说了 之前说秋冬养阴 但是现在说的都是补阳 是不是矛盾了 并不是 中医有句话叫 孤阳不长 孤阴不生 阴阳啊 就像夫畅妇随的夫妻 阳升阴才长 反之亦然 而冬天阳气失去活力 变得内敛了 阴气也就藏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养阴补肾 皇帝内经说 肾欲肩 即食苦以兼之 就是说呀 冬天可以多吃苦的食物 比如猪肝 窝笋之类的 增强肾脏功能 同时也要注意热量补充 多吃羊肉 大豆等肉和豆类 补充蛋白质 维生素和无基盐 给肾脏充个电 做到冬藏养生 补肾滋阴 总结下 四食养生 记住口诀就好 春生养生 养肝补养 下长养生 护心必良 秋收养生 渐肺疏心 冬藏养生 补肾滋阴 其实呢 养生很简单 只要顺应季节变化 用适合的方法 去调理身体 自然健康长半 百病难心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节我们就进入 最后一节课 饮食之道 家人们 下期见